这个兵推美国假设是三周 这个整个战争就结束了 打了三个礼拜 那解放军就不知倒地 这个损失了一百多艘战舰 然后几百架的战机 然后在岛上的解放军 全部都被俘虏 然后解放军就无共而返 但是台湾被夷为平地 一片废墟 它的逻辑是这样 那美国损失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日本损失了二三十艘的战舰 然后美国也损失了二三十艘战舰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打了三个礼拜 那既然打了三个礼拜 那美国日本使用哪个军事基地 作为援助台湾的一个基地 是用菲律宾吗 还是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那假设美国使用的是 日本的军事基地 那问题就是日本的军事基地 不会在火箭军的攻击的范围内吗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还不用派这个舰队 只要透过这个战略轰炸机 空6K跟火箭军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美国 在日本的军舰 例如说横须货金港 还有在日本本土的这一些 很多的空军的基地 进行饱和性的攻击 所以就先遭到火箭军的攻击了 因为你既然使用这个日本的军事基地 介入台湾的话 那你日本的军事基地 一定是接受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攻击 那你日本的存活力有多少 还有你的战舰存活有多少 战机存活有多少 美国的战机存活有多少 那另外我们再讲说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里面 有多少艘能够进入这个空域 这个区域来作战 美国是一个航母战斗群 可是问题就在于能够使用的 了不起三四个航母战斗群 对 可是三四个航母战斗群 他自己都说 两个航母战斗群会被打掉 那问题就是你有多几个航母战斗群 可以靠近到台湾来 那如果还没有靠近台湾都被打掉的话 那问题就在于你美国的本土内部里面 民意能不能支撑你 你的航母战斗群 每一个航母就是三四千个官兵 包括飞行员都被打光了 然后你的战舰都被打掉了 你的军队还能够支持 另外那问题 美国有F-22 对没有 再来的问题就在于 你说你用F-22 对啊 那解放军没有歼20 有歼20 那你F-22也不够这一百多架 然后你能够在这个地区能够使用的 也不够三四十架 可是解放军有至少三百架 歼20 歼20 三百架 而且这是同等量级的一个战机 解放军还具有相当的空忧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的歼20存活力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不要吹牛 另外一个 北部战区 中国大陆的北部战区在睡觉 还有南部战区也在睡觉 所以你的潜舰 你的潜舰还可以从关岛 然后从南部上来 那南部战区都在睡觉 然后你从日本过来 北部战区在睡觉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吹牛也被这样吹 那如果说东部战区作为主攻 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的中部战区 就会移到东部战区这个地方来 作为他的助攻 然后南北的战区就切断 这个美国日本进入的援助 我个人是觉得美国的这些 所谓的战略学家 其实坦白说还是有点弹头 这个已经被证实了 美国目前来讲 在陆军的绿扁包部队 有协助台湾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两栖侦察联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一个是放在金门 另外一个放在澎湖 还有这个马祖 那马祖没有派过去 就派到金门跟澎湖 那金门是重点 澎湖是另外一个重点 那他的总部设在哪里 设在这个龙岗 就放在应该是龙潭还是龙岗 反正在桃园这个地方 那他的指挥部跟总部 都设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美国陆军的绿扁包部队 他协助台湾的 这个海军陆战队的 两栖侦察联去做训练 那么做渗透 袭扰 颠覆 破坏 等等这样的一个战法 但是我们要问的几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军队的纪律 本来就不好 那这些军人凌晨了 不回军营 还在马公的街上 在市区里面晃 那应该是喝酒了 跟当地的人产生口角 然后一打三 一个台湾人打三个 这个是澎湖 对啊 马公嘛 在澎湖马公 所以一个台湾人 打三个美国军人 然后另外一个 两个人是要隔开 然后被打的那个美国人要跑 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人就火大了 把他们推开以后 拿那个椅子就冲过去再打 但是我倒觉得 因为美国的军人的几率 真的是不太好 那跟台湾当地的产生冲突 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啊 一旦碰到美国人 我们的检察官 我们的警察 就特别去维护美国人 这点不太好 因为人家都不追究 也不愿意提告 你还把人家把台湾人 判了六个月的拘役 这样不太好 高度怀疑 这个台湾这个报道 为什么说高度怀疑这个报道 军规的这个火药 基本上来讲是管制品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管制品 不会轻易出口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应该不是军规的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军工企业 或者是军工复合体 他们的这些企业 所生产出来的军规的火药 那么外卖 我觉得可能性太低了 因为它一定是国家政策 也一定是由国防部 跟中国大陆他们的海关 他们一定要是联合督导的 所以绝对不可能 我的推断了 那这种比较有可能的方式 它只是一种 火药或是一种燃料 然后它是并不是由台湾这边 直接向大陆进口 应该是大陆 例如说出口到 例如说泰国或是其他 它就是第三方 对第三方 然后台湾再向它去购买 然后它变成是转口贸易 对这样的一个进行 固态燃料有民用的吗 没有 应该是没有 一般来讲是 所以我个人是对于这个新闻 我就比较保留了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东西是管制品的话 那除非是怎么样呢 除非是当时的中国大陆 假设他们卖给东盟的一些国家 然后那些国家的一些军方 他们把它倒卖出去 倒卖出去 那这个不能排除 然后就倒卖到台湾这边来 那但是问题就在台湾这边的海关 如何获得这个入关的许可 这也要去追查 怎么进得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既然有媒体报导这件事 然后中科院又说 他们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相关单位 就应该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来调查 就是说这种会造成杀伤性的东西 你是怎么进关怎么报关的 你是透过什么方式进来的 然后你跟那一个国家 或是那第三方 你没有正视的关系 你如何能够取得军规的 这种药品 这种化学物品 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去做专案调查 不能只是一篇报导 然后就好像传过水无痕 我觉得检察官是要去 好好的认真调查这个 有没有弊案在里面 他有讲说是第三方进口 第三方 所以你第三方你还是要进过海关 你还是要经过报关这些区 对 就是说怎么进得来 这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这种高爆炸力的东西 你如何能够出口能够进来 那它是经过什么管道 对 就是对岸 还包括这边 都有把关的 它很明显的不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 不是采购 我觉得海关关系要相当好 因为我以前在财政委员会 海关是我管 这真的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那为什么就在绿营的时候就出现 这种难以想象的事 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华为的 它的功能已经告诉我们说 它像那个60的时候 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一些手势就可以做动作 不用去碰到它 那么甚至从水里面 它就反射的时候 它你就能够做手势 那你想它把它应用在交通警察的这些手势中 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交通耗制故障 那警察人为介入的时候 它的一些手势它也可以辨识得出来 它一样可以按照交通的规则来行手 那这个安全性就更高了 我觉得这个华为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些科研单位 他们把它们所研发出来 本来是用在手机 本来就在我们手机里面移动中 我们就在那边画 你不用碰到它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画一画就可以 它都已经把它用在 就是这样子往上它就会画 甚至你一抓 有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或者是直接这样子你就可以拍照 截图 然后你要截图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说不用碰到手机 对都不用碰到手机 那华为已经把这个东西 应用在这个大范围的扫描 跟它的判读上 对 很聪明 我觉得这个对于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科技的领先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都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 很大的幸福感跟舒适感 对 是 所以川普就利用这个机会 去攻打这个拜登 对 他说你怎么可以进这个 那那个我们的小孩子怎么活 年轻人会抓狂 年轻人怎么活 其实川普是因为更恨FB了 对 对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FB是最大获利者 TTOK已经有1亿7千人 在长期使用 1亿7千万 1亿7千万人 这长期在使用 就是说几乎每天都在用的 这个情形下的话 它的影响有多大 那里面有多少的商家 当然 第二个就是有多少创作者 有多少年轻人是透过这个TTOK 来成就自己的表现 对 那你今天把他关掉把他没有了 对 那他们怎么过日子 会造反的 是 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时间打电话 抗议的都是高中生 对 可是接下来一定会散开 会散开 一定会散开 我个人是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 澳洲是很焦虑了 中国大陆反而是以意待劳 就是比较自在一点 那澳洲很话也讲了 说如果你一旦没有给我开放的话 我一定马上立刻重启WTO的控诉 而且我要提出仲裁等等的 那中国大陆就说 那我们就近代调查结果嘛 现在已经都已经在调查中了 3月底大概就会有消息 其实我个人导师觉得 主要还是要看澳洲的政客 他们会不会又在演双簧戏了 做一套做一套 那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大陆本身一直主张华为 这个部分你不能够卡 我觉得大陆已经多次的暗示 澳洲就说华为 你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所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